1月19日周四,美国政府支出正式达到了31.4万亿美元的债务限额 美国财政部开始采取特别措施,以防止美国违约 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统计 超过31万亿美元的债务比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的经济体量总和还多 许多专家警告,其外移风险将波及到全球经济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9日给国会两党领袖的信中 要求立法者提高或暂停上限,以便政府能够继续履行其财政义务 财政部采取特别措施,暂停发债期将从2023年1月19日开始 一直持续到2023年6月5日 美国财政部使用两个政府运营的退休基金作为财政资源 此举将使财政部在整体债务水平无法提高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付款 债务上限一直是两党长期的拉锯战 民主党坚持要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以便维持现有的财政承诺 甚至拒绝与共和党人开始谈判 新选出的国会议长麦卡锡呼吁要在政府开支削减的条件下 两党进行债务上限谈判 债务上限之争或将使美联储的量化几座计划搁置 美国财政部现金余额的消耗也将打压美联储计划 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令已经面临衰退风险的美国经济陷入更大的危机 美国科技行业近期不少大公司裁员 而网络诈骗也盯上了这群急着找工作的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表示 远程工作催生了大量招聘诈骗案件 骗子假装是新创公司或知名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 并设立假网站 通过远端面试来假装雇佣求职者 在假的入职程序过程中 试图索取如银行账号 设案号等个人信息 骗取钱财 如要求应聘者购买电脑等工作设备 求职网站LinkedIn表示 他们在去年上半年 已经阻止了2000万个诈骗账号 专家提醒 求职者一定要做好对公司的背景调查 留意语法错误 邮箱地址等 据FOX111月18日的报道 全美鸡蛋价格暴涨促使许多人想减少购买鸡蛋 或者寻找替代方案来应对不断增长的鸡蛋价格 现在有一个替代方案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租鸡来下蛋 这种租赁服务范围涉及全美各地 允许人们租两只或四只鸡蛋的母鸡 还包括为你的后院提供鸡舍 饲料 孵化器等 在洛杉矶县 位于阿瓜多尔赛的Lively Little Farm 是唯一被授权经营此项租赁服务的机构 服务地区被分成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租赁价格有所不同 价格从225美元至285美元不等 所有三个区域内的送货都是免费的 根据对鸡蛋数量的需求 可以选择饲养两只或四只鸡 平均而言 两只鸡每周约可产8至14枚鸡蛋 而四只鸡每周约可产16至28枚鸡蛋 在洛杉矶县 大多数城市允许居民后院养鸡 但规定鸡设必须距离临近建筑至少35英尺 如果你养的是一只公鸡 则必须至少100英尺 建议有兴趣在后院养鸡的人 在开始之前先了解所在城市的相关规定 法国1月19日爆发全国性大罢工 旨在反对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计划 公共交通受到了罢工的严重影响 法国大部分列车19日被取消 巴黎地铁也严重中断 巴黎机场当天航班减少 主要影响法国国内航班 由于此次法国政府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 设计面十分广泛 触及几乎所有的职业 因此此次罢工涉及了公共交通 航空运输 铁路运输 学校 石油能源及医院等领域 除了大规模罢工 法国各大工会19日还组织示威游行活动 近期北京教委下文 2023年北京作为试点可能要进行中考改革 很多初中的学生们就不用参加中招考试 就能够进入高中 他们只需要登记报名符合三个条件 就可以进入高中学习 首先 北京地区的学生 只要在生物地理等复科的考核中 会考成绩的平均分不低于42分即可 第二个条件是 初中生在参加中考前 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北京市的户口 第三个条件是 在日常学习中 学生的综合素质评级 需要达到B级以上 很多中学生和家长都对此表示非常的高兴 他们可以没有考试的压力 也没有那么重的学习压力